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假如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管理当然是要有目标 管理上最流行的 有一个在管理界非常有名的 叫彼得杜拉克 他讲管理就是从企划组织领导跟监督开始来做 所以成为管理界的一个基本的常理 在谈到管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说 那这个计划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叫目标管理 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目标管理 我记得我小时候 国文老师常常写出一个题目 要我们作文 那作文我觉得当时要得高分的话也很简单 第一句话一定先讲 人生假如没有目标的话 就好像就好像一艘航行在海上 而没有目地的船一样 水波逐流 前途未卜 那么彼得杜纳克谈目标管理 大概到现在已经有60年 那我们现在引用到企业管理 把层次再拉高 目标管理是短期的 可能是三个月 六个月或者一年 那我们假如说 把这个一年扩充为两年三年到二十年三十年 我们有一个远景 这个远景就是我努力投入 最后所展现的那一个美丽的图面 我相信我们的魂远禅师 当初在创这个事业的时候 当然我讲事业不晓得对不对 不随请原谅我 他也一定有他的红图 那个美丽的图案 然后他招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人 所以我刚刚一进这个大门 就觉得说 哇 这是一幅很庄严 很伟大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可能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已经在魂远禅师的脑袋里面 他每天推动着他往前去走 那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管理 我觉得管理谈起来是千头万绪 但是刚刚魂远禅师的开示 我会稍微学到一点 管理是把很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能够简单化 就是你悟到其中的道理 我们一直在讲和平和平世界和平 事实上和平是什么呢 只要把这个字拆开来 和就是和谐 平就是平衡 要和谐还要平衡 好了 回到我童年 我是彰化人 我在彰化乡下长大 因为我们家里兄弟很多 那么早在我前面 我是排行第六 在我前面的哥哥们 他们到了一个年龄 暑假寒假 他们都会骑脚踏车 那时候很小 看着他们 非常羡慕 他们能骑脚踏车 那我怎么不会骑 那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学骑脚踏车的 他们只跟我讲说 学骑脚踏车很简单 眼睛看前面 维持平衡 不怕甩 我想也蛮有道理 我天天想 眼看前面 怎么骑脚踏车 维持平衡 各位想想 你第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 一上去不是手发抖吗 一发抖就一撇就倒下来了 不怕甩 三辆东西 眼看前方 平衡 不怕甩 因为我请他们帮我忙 他们都自己忙自己的事情 有一天我就想说 好啦 我就用这三个原则来试试看 因为我家 我父亲是烧砖瓦的 那我就搬了几块砖瓦 大概搬了三四块砖瓦 垫在一起 然后把脚踏车拿过来 砖瓦堆在左边 脚踏车在右边 那我就跨上这个脚踏车 我眼看前方 两个把手 抓着然后看前方 然后把那个踏板拉到 右边的拉到上面来脚踩着 然后我就看着前面 用力一踩 看眼方 维持平衡 不怕甩 就这样 车子走了 而且没有甩下来 我从那里获得一个信心 只要你掌握其中的原则 必然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成 把很复杂的东西 变得很简单 这是我四十年来 所感悟到的 那么 从骑脚踏车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你们现在可能都会骑脚踏车 那你骑脚踏车的时候 假如在学校的话 运动场都有画线 你试着看看 画那个线 你要骑脚踏车 在那个线上走得很直 你再想想我这句话 眼看前方 维持平衡 不怕甩 你骑起来 一定是在线上 假如你为了要在线上 你眼睛往底下看 你再来骑脚踏车 他一定歪歪歇歇 所以我常常讲愿景 我们作为管理的主题 一个公司成立的时候 他经过努力 最后要达到什么结果 那一户蓝图有没有 假如有的话 这个愿景就很清楚 而且不只是 老板一个人晓得 要让全体的员工晓得 我们的愿景是什么 然后我们把所有人的努力 集合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要谈说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世界和平 那世界和平到底是什么 以现在的世界各国来讲 有哪一个国家想说 我要世界和平 没有人去想 每个国家都在发展核武 每一个国家都在增强它的兵力 他们的愿景是什么 不是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对于 每一个政客来讲 只是一个很好的口号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和平应该如何去落实 我想我们应该要 好好的去思考 我们以国家来讲 最靠近我们的 所谓的比塞大 那个新加坡 比塞大不是我讲的 是以前外交部讲的 我只是用它的话 新加坡他们国家的愿景是什么 他们说我们不要输给别人 它的策略是不输给别的国家 所以它全国很努力的 很卖命的去做很多事情 环境卫生我不能输给别人 我要把新加坡变成是一个花园城市 它叫Garden City 它所有的科技的发展 不要输给别人 所以国家投下很多的钱 从一个意念开始 发展成为一套的行为 新加坡我们也觉得 虽然地方很小 但是你到新加坡以后呢 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从国家的角度 我们再看到世界 我们都讲 世界假如太平的话有多好 但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太一样 有些国家就羡慕人家有钱 当然有钱经济发展是很不错的 我想世界有一个国家 原来被全世界的人认为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国家 这个国家叫冰岛 在欧洲 冰岛的人呢 原来是安平乐道 他们普渔为生 不晓得哪一天 脑筋哪一条筋 错掉了 就有人提出来说 我们打鱼 一辈子也赚不了钱 他说要赚钱 应该从事金融投资 好了 为了要金融投资 整个国家发现说 赚钱是很重要 打鱼一天赚不了多少钱 这个金融呢 因为现在世界科技发展 金钱的移转呢 瞬间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冰岛呢 各位都晓得 它为了举债 为了要从事金融业 好了 不到五年的功夫 这个国家呢 原来的渔夫 脱下他们打鱼的衣服 各个都穿上 戏装领带 然后 拿华尔街 为标的 各位报纸上也看得到 编导后来 整个经济全垮 外债高竹 也因为他的债务高竹 影响到其他的国家 那其他的国家原来投资在冰岛的钱呢 一月之间撤回去 当然以美国来讲呢 投资很多他钱要撤回去 每一个国家都瞬间的把钱都撤走 撤走以后呢 这个冰岛整个经济就垮了 几年前 美国的金融海啸 各位也晓得 瞬间百年的金融业就垮了 留下的债务 千千万万的人 受难 我有一个朋友 从一家航空公司 他是正驾驶 退休以后 把他所有的退休金 全部去买基金 在最高峰的时候买进 好了 金融海啸一来 他的钱剩不到五分之一 瞬间归零 我们每一个国家 事实上有每一个国家 发展的经济模式 你如何去转型 如何去强壮你自己 管理呢 我们讲的和平和谐跟平衡 这个平衡一破坏掉以后呢 整个管理的机制呢 就统统垮了 那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谈世界和平 事实上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是不是大家都有相同的愿景 我们假如说 能够让每一个人的愿景相同 那么 世界和平呢 指日可待 假如这个观念没有打通 谈世界和平呢 只不过是一些国家 用来达成它目的的一些手段 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从管理角度来看 愿景很重要 这个愿景呢 一定要聚焦 朝某一个焦点 所谓聚焦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照相 不管我们用数位相机 现在大部分都用数位相机 你在照的时候 你照的主体是哪一个 现在数位相机都有一个框框会出来 那你的主体是什么 你一定把那个框框卡住你所要摄影的那个人照出来 那个人才会清晰清楚 这个就叫聚焦 在我们所有的行动里面 在我们所有的经营范畴里面 我们的聚焦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假如从这里来看的话 那么愿景呢 就是为世界和平导航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么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 当然聚焦以后 我们就谈到企业经营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心 爱心是什么呢 我常常到大陆去都跟他们开一个玩笑 说你们简体制呢 现在的爱已经没有心 简体制的爱没有心 所以我们到大陆去经营就很小心 他们讲爱 但是他们的爱没有心 因为没有心的话 所有的爱都是假的 我很多朋友常常去酒廊 哇 跟那些服务人脸打得火热 我说你干嘛 他说我用中国的简体制 我用中国的简体制 不是用我们正体制 无心嘛 那个一场就过去了 所以当我们爱 什么叫爱 我们中国人其实诠释的很清楚 所谓爱就是 己所欲 失忆人 你自己喜欢的 拿来给别人 你能不能做到这样 能做到这样 就有爱 而爱呢 不必欺骗 经营企业 用爱的话呢 你不必用欺骗来赚钱 中规中矩 把事情做好 品质顾好 服务做好 钱自然而然回来 这就是爱的展现 那么从爱的角度来讲呢 事实上 爱假如很简单 西洋他们有一个说法 就是在人的互动里面 有我赢你输 你输我赢 或者你赢我输 或者是我们两个都赢 外国常常讲说 我们要win-win 要双赢 双赢其实就是爱的表现 我不是占你的便利 做到你的生意 所以这个 爱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说 施比受更有福 其实这是一个爱的展现 那么什么叫爱呢 英文这个爱呢 叫love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爱是什么 第一个L 是leading 领导 引导 我引导到一个 前面所见的美好的园景那里 这就是一个leader 领导者应该做的 我带领你到那里 今天我们说 婚联禅寺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他带我们到 那一个美好的世界里面去 love的第一个是leading 第二个 欧 欧在英文里面呢 是给你机会 opportunity 我们经营一个企业 面对员工 面对客户 我们都在给各种不同的机会 让他来发挥 OK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从管理上 在谈到说 你要授权 要让底下呢 能够去做事 这个授权 你就是给他机会 去展现他的才华 那第三个V 是value 价值 给他机会 希望他能够创造 更高的价值出来 价值怎么创造呢 各位想想看 这个 最近台湾的香蕉不是自销吗 说一斤才几块钱 那光是卖香蕉呢 当然 它的价值就很低 结果有一天 我到饭店里面去 看他们正在推广 一个叫香蕉船的能饮 就是餐点 叫香蕉船 那香蕉船是什么呢 把一条香蕉剥开 切成两半 放开 然后中间放三坨的冰淇淋 一道这样的香蕉船 卖两百多块钱 这就是创造出来的价值 你把它分开 香蕉可能两块钱 三个冰淇淋呢 可能二十块钱 但是把这两个集合在一起呢 你就创造了价值 那我们要去想 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 这个价值假如创造的高 你的成就就越高 第四个一 一呢 在英文的管理文献里面 常常提到 就是empowerment 就是让别人有能力 我比较喜欢把它翻成是 惯能员工 或者惯能他人 让别人没有能力 但是经过你跟他的互动之后 他的能力就会增强 假如我们今天把love这个字 爱这个字 拿来这样分解的话 你要如何去带领一群人 朝向一个更伟大的目标 你如何给他机会 让他创造更高的价值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用的人 这就是爱的最大的表现 所以我们用爱呢 来创造更高的产值 第三个我想谈到的就是学习 人生下来 当然有很多天生的本能 他要吃要喝 会哭会笑 天生的本能 除了这个以外呢 大部分都是后天学习的 我们小的时候学习脚踏车 女孩子学习做菜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 就是有一艘游轮 结果在海上碰到暴风雨 船都沉了 但是有一个小baby 在摇篮里面 就飘飘飘飘到一个荒岛上 这个小孩子呢 只有几个月大 后来呢 这个小孩子就被这个猴子 把他养大 试过十几年 有一艘船经过 就到这个岛上来探险 就发现呢 有一个人好像人一样 但是这个人呢 走路是用手跟脚 四肢脚在走路 跟他讲话 他不会讲 只是讲发出猴子的声音 他还没有穿衣服 他是猴子娇大的 当然长相像猴 好了 这个探险队呢 就把这个猴子养大的小孩 算起来也有十五六岁 就带回 因为这个戏的背景是美国 带回美国以后 集合所有的医生 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语言学家 行为学家 大家来看说 这是一个人啊 但是 他的行为 所有的一切都跟猴子一样 那就要开始心理治疗了 那就要开始 行为要 教他什么是人 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不适应 学习是很重要的 各位也都晓得 我们今天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我们学太多太多的东西 我们学的都是独立的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跟那个科目是独立的 但是我们学了那么多 我相信在座各位念过几何 念过三角 念过代数 念过近代史 念过地理 当然我们台湾的地理叫历史地理 我们在台湾念的地理不是真正中国的地理 是历史上的地理 我们还是三十六省 人家已经不是三十六省了 是历史的地理 我们念了那么多东西 目的是什么 联考 考试 计策 我们念了那么多 其实我们都丢掉了一样东西 这是奔远禅师所讲的 系统在哪里 简单做个比喻 我们学的每一颗 当成是一面镜子 我们学了二十颗三十颗 各位把这个镜子贴在墙壁上 统统贴起来 一片很大的墙 然后你看看 镜子中的你 反射出来的是什么 它不是你了 因为 我们中国人也很聪明讲一些 破镜 难从源 即使再兜起来 看起来那个脸型也变了 同样我们在学太多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它整合成为 一个系统 因为它不是系统 所以我们往往就搞不懂 乱掉 我们一个企业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一个国家也好 我们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因为学习 所以我们要去想 如何把每一个人的力量 整合在一起 你怎么学习 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 我们怎么做 系统在哪里 当我们抓不到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学的东西 没有花费它的作用 各位也多晓得 最近台湾 各位也多晓得 最近台湾 在电子化这方面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你要买一个车票 你要看个歌剧 你要买一场入场券 假如你不会操作电脑的话 会买不到票 你的资讯 可能会缺乏 因为现在很多的动作 已经都被电脑取代 假如我们不会电脑的话 也不会操作这些电子设备的话 再过几年 真的会走投无路 我们趁现在要赶快学习 要学 学习是很痛苦 但是学习有目标的话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们管理里面也一直在谈 企业要朝更高的境界 去学习方法 学习技术 好让你能够创新突破 各位想想看 在过去 美国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奇异电器 它花了60年 缔造了500亿美元的业绩 60年 各位晓得 最近有一个网站 我们中文叫脸书 Facebook 它只花三年的时间 它公司的价值超过500亿 三年 那脸书是做什么呢 它颠覆了很多的传统 改变了人的行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每年12月31号那个晚上 到12点的时候 台北的101大楼 会放烟火 很多人都到市政府那个广场 大家朝上看 那个烟火 假如你是注意看的话 大部分人都没有在看 拿一个手机 这样再拍 大家透过那个镜头 再看烟火秀 一分半以后 你上电脑去看 脸书 或者看YouTube 很多人已经把 12点那个时候 放的烟火 已经 upload 到电脑里面去了 全世界各个地方 只要上Facebook 或者是上YouTube 马上就可以看到 台湾在播放 新年的烟火秀 各位想想看 在以前 我们怎么看 第二天看报纸就好了 明天早上新闻 大概就会播 现在瞬间就达成了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假如我们不学习的话 企业也跟不上 个人也跟不上 所以这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 一个学习型企业的组织 那我们如何在瞬间 能够掌握到这个信息 那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现在时间越来越短 越快 以前一个产品 卖十年 二十年 天经地义的事情 现在的产品 尤其是数位相机 或者是手机 现在年轻人手机 每三个月换一个 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 看年轻人 他们用手机 他们不是按键 他们拿来手上在拨 你想想看 假如有一天你也换一个 你会不会这样拨 放大 缩小 这个不学呢 一下子就跟社会脱节 企业也一样 我好像讲得太啰嗦了 好 再来呢 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创造一个和谐运作的一个机制 人跟人基本上是竞争的 我们有很多的机制的设立 也是相互冲突的 那我们要讲和谐运作 这实在是有一点天方夜谈 各位这样想好了 我们开车 车子有很多的系统 但其中有两个系统是最重要 车子要开得快 那个系统叫什么 油门动力系统 油门踩下去 它就跑得很快 这个系统很好 马力强 200个马力 好得不得了 但是我们要记住 当你开车的时候 另外有一个系统 保命系统 你一定要刹车 这个刹车的系统 跟油门的动力系统 两个性能都很强 但是这两个性能 你假如同时踩上去的时候 请问会造成什么结果 再好的机制都显现不出来 在我们企业管理里面 也有很多这种功能冲突 但是它有制衡作用的一个部门 简单举一个 生产部门要量产 品管部门 只要你生产品质不对的话 要你马上停线 这两者是冲突的 你产量要多 一定要24小时开机 但是你生产出来的品质 假如不对的话 品管人员 它有权可以停线 这两个配合的话 你才能生产足够的产量 符合消费者所需要的品质 一个企业也才能生存 所以和谐运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社会里面 各行各业 其实都要和谐运作 也就是说你的功能是什么 各位想想看我们开车 我们最讨厌什么 警察的测速 我们晚上去应酬 最讨厌的就是酒测 但是各位想想看 你喝酒 你不希望酒测 但是假如因为你喝酒 车子开太快 撞了别人 把人家粘死了 那被你创死的人 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一定要有警察这个机制 来卡 这个 卖酒或者是 餐厅这个机制 所以要和谐运作 这中间我们必须要在矛盾之中 求取平衡 在矛盾之中 求取一个中庸之道 那么我们要和学运作呢 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 那世界要和平 说来容易 其实蛮难 必须要从每一个人的心 开始去转 从心开始去变 由心产生很多动作 那么世界的和平 进步的速度是很慢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速度慢 而不去做 从前有一个人住在山里面 住在一个荒山里面 还有一天早上醒过来说 这一片山光秃秃的 不像一座山 他发愿 说我一天要种十棵树 每天十棵 种完十棵 我的一天的工作算完成 结果他种了三十年 各位想想看 三十年 一天十棵 三十年种下多少棵 当他种第一棵的时候 荒山还是荒山 当他种了三十年以后 他已经不是荒山 变成一片的森林 很多东西讲来容易 那么要去知行 当然我们一再强调知行合一 所以有很多事情 看起来很小 但你持续不断地去做 就会产生极大的效果 世界和平是很遥远 但是我们必须 从每一个人的心开始 我想我已经占掉各位很多的时间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世界的和平 绝对不是那些政治领袖 在某一个地方开会 照理讲开会应该很和谐 但是在开会的时候警卫特别多 假如真的是世界和平 不需要警卫 这是我们所要努力的地方 也因为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朝这个机会去努力 将来有一天世界和平达成 才是我们心念的达成 我想我简单就跟各位 也报告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聆听 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 我主持了这么多场次 各位给我的掌声 从来夹起来没有今天这个刚得多 可是各位是越来越 刚刚洪总长提到 各位如果去云梦山走走的话 以前去的话也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 树也是走了三十年 刚刚讲三十年 一棵一棵的种 这所谓的种树 把它摘在那边 当然有很多条件它才会长 才会大 事实上呢 培养人才更是辛苦 不过呢 眼见到 我们今天中门是已经 似乎是一个一个的种 一个一个的栽 现在已经是这么壮大 就像一座方山呢 已经有了相当的场景 那刚刚 洪总长是所特别提到的 学习型的组织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 那就说 不是只有水在长大 不是只有水在进步 不是只有水在有观念 水在有执行力 就在这个组织里头 每个人都是一个 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同步的学习 而且在学习上呢 它更应该要注意到三个内涵 一个 就你学的这个本身的素材 但是任何一个素材 它都不是独立的 就刚从总长所提到的 几十面的镜子 但它不是独立的 你如果在学习的课程 没有把那个所谓的相关的背景 相关的科技做整合 你学的还是都是独立 都是单个的 你如果能够统整起来 那才变成说有用的 有系统的东西 那更重要的 你学到主学习 这个是副学习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副学习 副学习是什么 你因此而培养了你的正确的观念 良好的态度 好的习惯 我这里 这个很冒昧的 这本是 同样是管理杂志 这里头一大堆人头 我在美国的二孙女呢 说想念阿公的时候 就常把这个杂志拿来看 阿公在这里 我的人头就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Cover story 就是 成为我们的台爱呢 就是找我写的文章 好的习惯 好习惯好运到 这是他下的标题 我说好习惯的高效能 所以习惯不是 你去念念书就有的 就是你要化为你的部分 所以今天说世界和平 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但是相对的都可以做到 一开头我跟各位提到 高尔布球的概念 你可能是打的 曾亚尼的条件 可能你打的是下场 我看了几个大佬 在这个球场里头 我看他们腰内都扭不过去 那个杆子也回不出去 那他们的标准 是一定要120杆 看看他们打得到 可是问题他们也要打 他们也在打 他们也达到了 所以这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他自己的角色上做调整 或者投入 那这个结果必然就会有 那尤其是提到这个爱心爱 这个非常感谢 我今天又上了一课 我每次跟红豆奶 一起出去坐飞机 做什么 我们两个一聊 以前我一本书 各位都说还可以看 那本书就是在杂志里头的 那个叫杂志里头别册 这夹了一些东西在这里头 我们是在台北的 南京东路的仙师饭店 一天中午他要我说 有没有空我们去吃饭 聊聊聊以后 他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 所以我刚才说他非常先进 很多新的东西他都有 但是很多这个基本的人的东西 他更有 行医的那种情操啊 那让我觉得是非常感佩 我们文院长先请 谢谢 好我们今天主持人 这叫文化院的杨院长 因为我一向称呼他杨校长 所以今天要改称杨院长有点绕舌 我们的魂园法师 洪董事长 还有台下我们的杨校长 那中理事长 还有我们台中道场的原意法师 今天认识的王普旭王先生 各位同修的师兄 师姐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平安 大家 阿弥陀佛 两个月前 大概两个月前 杨校长告诉我说 有一个这样一个道场 专门在弘扬世界和平 那希望我能够来这边讲一些事 讲一些就是跟各位分享 当时我觉得很惶恐 因为我也不是政治家 我也不是宗教家 要讲世界和平 对我实在是非常困难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 世界和平不要讲那么大 我们就讲和平 就讲怎么样维持人际的和谐 说不定也最后会达到世界和平 那因为我是一个外科医师 刚刚校长有讲过 我一辈子 我到今年重医大概33年 那一辈子就是从事医疗 那我的专长就是怎么样 跟病人互动 帮忙病人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当校长要我讲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我就 从我自己平常跟病人的互动 那从医病关系的角度 来看看怎么样谈世界和平 可能这个角度有时候掰得太厉害 不过我想 就从我的角度来看 医病关系 跟怎么样促进社会和谐 跟未来达到可能的世界和平 我今天的大干会 从医病关系的定义 那医病关系跟沟通的技巧 那医病关系跟医院的管理 那什么是好医生 那最后到促进和平 从双核医院开始 那刚刚校长也讲过 我原来在台北医学大学前后 大概28年 那最后的七年 在台北医学大学的 副社医院担任院长 那两年前 原来双核医院的创院的院长 也是我们大学的邱文达邱校长 那当时他原来是校长 兼任双核医院的院长 那董事会觉得校长希望 比较多的时间放在学校 所以他就回学校 专职担任校长 那就把我从副社医院 放逐到边疆到双核医院去 那很快的到双核医院 我已经两年了 那也因为这样的机会 所以有机缘跟我们杨校长认识 我实在觉得非常荣幸 那也在跟他互动的这些时间 从校长那边学到很多的 那也更让我感觉上 我们怎么样对待好我们的病人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促进医病关系 那医病关系 那医病关系其实医学是没有国界 人权也不分种族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医疗人权 跟医疗的伦理上面更努力 这个已经是全世界 跟跨国的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那医病关系其实是一个特殊的 因为医病关系是医疗会不会 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我们常常把病人治好 但是病人是非常不满意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 虽然他的病已经治疗 那尤其是医病关系 是医学伦理的一个基石 那医师的誓言就讲 病人的福祉是我的首要顾念 那这个跟在日内瓦在1918年的宣言是一样 病患的福祉是我的首要顾念 那后来呢 我们也把医师对病患 在国际医学的伦理首则就是 医师对病患要全安的忠诚 病人 其实我常常讲我是外科医师 我常常告诉我的同学生 当医师是一个福气 我们说privilege 那privilege这个英文翻成中文叫做特权 那特权翻得不好 那有一位国外来台湾奉献很久的医生叫罗费夫 他就把这个privilege当作成福气 所以我告诉我的病人 当医生是一个福气 当病人把他的生命交给你 毫无疑问地把生命交给你 那让我能够在病人身上 开肠破肚 帮他治疗 那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所以病人跟医病关系 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忠诚 而且是信赖的基石上面 那这个有一个叫privilege 在1992年就讲到 他说医病关系 最理想的是医生要把他的医疗的人员 所重视的品质 包括他的能力 包括他的技术 包括他的效率 包括他的效率 然后再加上 只有技术是不够的 还要再加上人性的力 包括关怀 包括热情 那这样才能够治疗好我们的病 那这样才能够治疗好我们的病 也能够治疗好我们的病 在夹三连三天 在夸三连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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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闻记忆香